我們今天來看一下下一個講的有關於 我們經過轉換的之後 原來的三角形 假設有個三角形 PQR 經過方正 A 的線性變換之後 得到一個C 的三角形 P' Q' U' 那它的面積就是怎麼算呢 很簡單 原面積乘上什麼東西 乘上 Determine A 的絕對值 也就是說我把矩陣的部分 把 A 矩陣的部分 把它轉換成行列是 經過基酸之後的結果 總得了值 那這邊你看很顯而易見的 這個是告訴你證明方法 證明方式 假設 A 是 A B C D 然後 P Q R 是三個0 經過線性轉換之後 然後這個結果 P Q R GRIM 它的面積原本 我們用公式下去算了12 因為戴進去就可以算出來 然後一樣 經過一些列印度算之後 得到的結果 會到這個今天結果 所以把它記下來 這個你回去看一下 如果不懂 哪個地方你再問一下 好不好 你講這個地方應該不難 所以戴進去算而已 OK 那我們看一下範例三的第一 範例三的第一 怎麼算呢 它說有個正六邊形 那麼邊纏是2 那麼請問你 經過這個方正轉換之後 這個線性轉換之後 所得的面積是多少 那這個其實就很簡單 面積就是一個面積 請問你 正六邊形的面積怎麼算 如果邊纏是2的話 其實很簡單 正六邊形 你如果在旁邊偷偷畫一下的話 說穿了它是幾個三角形你知道嗎 它是不是應該是六個正三角形 這個我畫得不好 對不起 六個正三角形所算出來的面積 所以等於六公司來算出來就可以 4分之根號3 A平方 先算其中一個 然後乘以六倍 這是原面積 然後原位算出來之後 算出來什麼東西 這個 3 1 負1 2 的絕對值 就可以了 所以它是算出來 答案就等於 6根號3乘上 6加1是7 OK 所以答案就 412 根號3 好 這一題答案就 加轉 OK 你看一下 你